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ACI教育直通车栏目 目前有关大学在招生当中涉嫌歧视亚裔的案件 仍然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审理之中 预计将在7月4日前迎来最终的判决 根据媒体最近的报道 现年18岁的王乔恩·John Wang来自佛罗里达州 他的父母是第一代华裔移民 他在满分1600分的美国高中毕业生的学术能力水平考试 SAT当中获得了1590分的高分 数学部分更是获得了满分 同时王乔恩在高中时期成绩是非常优异的 平均学分成绩点GPA是4.65 大多数人都觉得王乔恩肯定会被精英大学录取 但是麻省理工学院MIT、Caltech、Princeton、Hofford 还有UC Berkeley这些顶级学校都把他给拒了 这个事情在华人家长圈引起了热议 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反映了名校 对于亚裔的一个歧视 还是说他并没有完全符合名校的招生要求呢 今天我们来听听ACI南加州学院的创始人郭主任 安德鲁郭的详细的分析 郭主任你好 对 主持人Candace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郭主任您是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案子的呢 您觉得这到底是亚裔的歧视 还是说其实大部分的亚裔学生或者家长 都没有摸清楚名校所需要的人才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在看这个亚裔学生在申请大学啊 常常办取的这个几个字 就是说申请很难 那被录取了或者被拒绝了 然后最后呢被拒绝出来的结果 都会连到一个观念 就叫歧视 Discrimination 其实这个字其实就是一个差异化 差异化就是在一个基础点啊 一样的之后呢 最后被录取或者被接受的条件 变得又变得不一样 就是说大家如果都看你的 基本的这个GPA的点数 或者是SAT 的确亚裔同样一个成绩的话 在进名校的时候 它的录取率只有20% 可是如果你把同样的成绩 跟这个SAT 或者是GPA给了一个黑人的学生 或者拉丁业的学生 那它录取率马上就从 20%一下急速增加到90% 95% 就快差不多快100%了 在这个情况之下 这个东西从20%到90% 是70%的这个东西差异 常常就是我们一般口中说的歧视 但是真正在我在看这个问题啊 一个学生GPA4.65 表示他在高中时候 他念的一批课程可能有12个 甚至到15个一批课这么多 或者更多 那另外他SAT考1590 是很高分 但是大家也不要忘记了 他这个分数如果放在哈佛尔 耶鲁大学 Stanford MIT Princeton的话来讲 学校也差不多有20%到25的学生 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学生 成绩是满分的在学校里面 就等于是满分都已经有这么多了 那你再加上差十分 那就更多了 所以这个分数在学校里面 并不吸引学校招生官的眼球 这就是说很多华裔的这个家长 就是说好不好 Depends看你跟谁比 你要是跟Elon Musk比的话 那绝大多数所有的人 大家聪明才智 大家也比不上他 能够搬出来跟他比的话 可能就要不拿出爱因斯坦啊 或者这霍金啊 或者早期的牛顿啊 这些顶级的这种科学家 这头脑才能有这么出世的 这种创意的想法 能够做他八家的公司 每家公司都是 集在人类的思考的领域里面 都是一段一段的这个突破 大家的想象 好话说回来 我们再看这个申请大学 这件事情来看的话 很多学生都认为亚裔被歧视 可是在我三十三十六年的 这个工作经验里面来看呢 呃这个学生被歧视 这个原因倒不如讲是说 你所掌握的资讯的充分性 和有效性可靠性啊 还有说被被这个verify 这被这个证实 它是真实的 你可能掌握的不够精确 就是说说 你只是把一个成绩丢出去 那只是完成了一个最基本的一件事情 就像你把一个信寄到对方的手里 它有平信啊 有挂号信啊 也要有签收的啊 还有买保险的 它其实它的这个方式是很多 就像你说 从亚洲到美国过来啊 从中国到美国 你最早其实坐船过来的 后来有了飞机 是螺旋桨的飞机 中间停好几站 后来有了喷射机 转机 那上了飞机以后又有 有普通舱经济舱 还有这个豪华经济舱 商务舱 最后再头等舱 那再比这更上去 那就包一架飞机 那比它更厉害的 那就是四人飞机了 同样的这个就是一个 transportation 一个运输这个过程当中 它就衍生出各种层级 各种高度 各种复杂性 各种不同的这个内容 那我们再把这个观念 放到这个申请大学 这件事情来看 大家看到的都只是一个表象 就是说这个是 王乔恩 他考了1590 来自佛罗里达 是在美国出生 GPS 4.65 然后申请了这哈佛大学 还有这个MIT Caltech Princeton Berkeley Kanagy Mellon 就是这个Kanagy Mellon大学 居然全部被拒绝了 那本来是被一两个学校拒绝 那几个学校收这个事情 就没有人去谈了 之所以会引起一个新闻效果 就是这六个学校 都是好学校 而Berkeley是公立学校 照理讲 他这个入学政策 应该更透明 就是更有一套卖路可循 那其他学校都是四类学校 那他们自己说了算 但是到最后呢 在美国这些 这么多的学生申请大学 他们越来越多人 感受到了 的确是存在很多 不公平的现象 这是带有一点偏见 可是在这个除此之外的话 真正把你挤掉的 不单只是说 这个一个 其他族裔的学生 就像拉丁裔 非洲裔的学生进来 所以就把亚裔学生挤出去 而事实上在亚裔学生 在整个申请的这个Po 这个整个团体 群体里面来讲 你常常就已经忽略到了 当你有好成绩的时候 你看你的前后左右 跟你一样成绩的 多的去了 而这种 这种人格特质呢 还有这讲得更清楚 你就人格特质转换成一种更积极 叫人格的魅力 吸引力的时候呢 我问你 你的特质在哪里 你的吸引力在哪里 招生官在这么多 从哈佛大学 四万五万人申请 一直到 有十二万人到十三万人申请 这么多的人申请里面 他为什么要选中你 你自己要问自己啊 你的优势在哪里 你的特点在哪里 你的条件在哪里 而不是只是叫你拿出来SAT分数的条件 或GPA的条件 你应该有一些更多的就是放在这个一大堆的亚裔的学生里面来讲 你要能够从亚裔的学生里面造成一种差异性 或者直接讲特殊性 或者叫吸引力 那你才能在这亚裔本来的名额就少了 所以你去征亚裔跟非洲裔啊 拉丁一时间 真的没什么好去征的 反正这个美国这块大饼的这架构都已经切成这样子了 平权法案 反平权法案 公平竞争 一下法官又判决是说 每个学校定出一些种族背景的话 在他并不违线 他就说因为这样子可以让更多主义的学生接受到更好的教育 所以你真正的面对的竞争 应该就是看你自己周围的这些同学 跟你同一个学校 同一个班级 同一个年级 同一个社团 同样要进到这个学校念computer science 念data analysis data science 或者念电子计算 电子计算机到电子工程 是这些人在跟你竞争 如果说亚裔学生很多 90%的人全部都要去学商业 10%的人要去学生物 那这1%的人要学艺术 那我告诉你一选择选艺术 你马上就容易被录取了 为什么 当他在希望有几个亚裔学生 是希望学艺术 或者管理艺术管理艺术领域的时候 实在是申请的这个族裔背景的人太少了 全部人全部都跑去学 computer science engineering 那你只学了这个时候你就容易被录取了 其实这里面来讲的话就等于是说 家长必须明白一件事情 当你的孩子在竞争的时候 你应该看看跟你孩子背景一样的学生 这个是第一个竞争 第二个 跟你孩子背景不一样也是一种竞争 因为他们族裔背景不同 文化不同 他也是一个竞争很大的力量 那第二种就叫不公平的竞争 第一种 sorry 我还是告诉你 那是公平的竞争 因为名额已经先被缩小了 这个决定Berkeley就决定 只收多少的亚裔学生 好了这下子是10万个 或者这个6万个亚裔学生 就争取那么一点点的名额 那在这个里面 其实是外面那一轮是不公平的 但里面这一轮倒是公平的 因为你就在同样的都是 美国出生的第二代的ABC 都从中国到来的 这个新移民学生小时候来的 上的课程 大家都是念了10个到15个AP课 或者说参加学校的社团 都是担任主席 担任这个chairman 或者是的captain队长 那是这些人里面的竞争 那就是公平竞争 因为大乡的背景 已经拉得非常接近了 所以你还要在这个 拉得非常接近里面 去找到你的特殊性 那这才是申请大学 被录取的关键所在 好 非常感谢郭主任的介绍 其实在这个新闻出来之后 我也发现在我的朋友圈 有很多妈妈都在讨论这个问题 有些妈妈就认为说 这个确确实实是 名校对亚裔的一个歧视 但是有很大一部分人都说了 说其实人家哈佛大学 并没有公开的说 自己只是要看成绩来招生的 那哈佛大学等名校 他们在录取学生的时候 是全方位的一个评估 那我想请问一下郭主任 这个所谓的全方位的评估 具体是指什么呢 到底看什么呢 我们亚裔最缺的又是什么呢 好的 你问得很好 这次好 Let's review 就是全方位的一个评估 他等于是说除了要看你传统的 在学术上的表现 那是一个必然的 那是一个叫核心的价值 书都念不好的话 运动再好 音乐再好 他又不是音乐学校 也不是体育学校 他不太可能会舍本逐墨 就是因为这样子 因为你求答的最好 所以你连这个英文的一封信都写不出来 哈佛大学也收你 他不会的 他说那就是其他的专业学校 我们第一个讲的就等于是说 他们Holester Review 全方位的在收学生的时候 它涉及到很多的 就是要说你的叫做特殊性 或者是对比性或者差异性 就等于是说 当这个学生进来的时候 这个学校一直强调diversity 就是说他就要各种文化背景 各种性质 各种条件的学生他都要收 那你这里来讲 你同职性越高的话 你被录取的机会相对就越低 那这些在学校里上课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自己开一门课去上 你不能讲说 我要研究唐朝的这个妇女的 这个社会地位权利 而在高中里面 你成立这样子一个社团 或者要求学校开这门课 给你去研究那很难 也许你可以只能在利用 课余的时间 自己拧定一个research project 去研究一个主题的才有可能 所以在我们ACI南加州学院 真的在帮学生造成这种 差异性或独特性的时候 通常是要透过一个社团 一个是社区服务 一个是比赛 还有一个是做计划研究 从这些项目里面造成 这个学生 真的在申请大学的时候 你有GPA4.5 有这样子GPA也很多 4.4 4.5 4.6 4.7的都有 你有SAT 1590 1580 我告诉你 从1550到1600分 满分的也大把人在 你又是读这种 亚裔特别多的 Archelia San Marino Demon Bar Warnut 一直到University Uni High在尔湾 这种学校本来就是一大堆亚裔 满满的亚裔 不是中国人就是韩国人 再来来一些印度人 印度人也算亚裔 这些都很会念书 所以你的成绩在这些里面来讲 你很难变得是靠成绩的优势 靠你多选了几门AP课 你GPA提高 这个就完事了 没有 AP课很重要 但AP课的内容也很重要 你要是把这AP课搭建成一个 说不单只有AP 而且这些AP课形成一个foundation 就是在你念大学的时候 你的基础课程做得很扎实 所以在大学在收学生的时候 他都要希望这学生进来 如果你能告诉大学 我只要三年就可以从这个学校毕业了 你要不要收我 我跟你讲大学很多时候 OK it's a done deal 他说 it's a deal 他说马上这是一个好交换条件 你三年就可以毕业我收你了 从大学来看的话 我一样栽培一个学生 我只要花了三年的成本 我就让你毕业了 那你就创造出一个人才 所以在我们ACI南加州学院里面 有很多学生是大学是三年毕业的 甚至两年半 还有一部分少数的一个 是一只手指头出来 差不多 这让我们知道 那已经有五个学生 他们大学只用两年的时间 就把大学念完了 你有这种条件 大学当然要你 因为同样的一个人 一个学校培养出一个大学生 那这个学校已经可以培养一个硕士生 就是大学年硕士 在四年之内全都念完了 那我自己一个高中的同学 他孩子现在在读加州理工 就是这个Caltech 他是从台大毕业的 这拿到了全额奖学金来这边念书 他是职工博士的 他直接讲说 这学校里面所有的费用全面 每一年还给他好多万的生活费 所以他事实上 他花父母亲的钱 就花了来回机票钱 其实他全部都是学校包办 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 他是找到这个学生 他是相当优秀的这个学生 就是这个学生呢 本身在念书的 他的做学问研究 research的方法 还有对人的这个相处 那都被这学校被认可了 就学校愿意 花钱倒贴给这个学生 欢迎他来读加州理工大学 那他是肯定打赌这个学生 在这个 在学校的时候 大家很快就会担任这个TA或RA 就是做助教 做研究助理 他本身在台湾台大的时候呢 他已经就当上TA了 还在念大学的时候 还是本科生的时候 他已经开始教他的学弟学妹了 那这些都涉及到一个 就是说 今天一个学生不单只是成绩好 如果你在学校里面 一个学生同时肩负起一个教育 其他学生的这个教职的责任 或者这个位置的时候 那你的高度 你的特殊性就显出来了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想一想 当一个学生要申请大学的时候呢 你所拿出来的资料 拿出来的背景成就 是不是大家都有类似的情况 类似的内容 类似的成就 那你这些东西 重新又被稀释了 被dilute 被average了 被平均了 那当然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了 所以在我们ACI南加州学员 常常强调一个学生 他的特质在哪里 你光是靠成绩申请 你天天告学校 天天打官司没有用 你真正要做的事情就是说 把你的特殊性 优越性 对比性拿出来 就涉及到我们ACI南加州学员 帮学生做一个规划管理 帮你说看出来 你的特质在哪里 你的家庭背景可以给你 给你什么样的一个特殊性 或者光环 你当然知道 如果是父亲是法官或律师 孩子要读pre-law或law school的机会 会比一个父亲 他去做一个 其他的就是一般的公司职员 或者做一个是 就政府的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工作 这样子一个普通位置的人 他的机会来得高 医生家庭的孩子 去读医学院的这个机会 读药学院的机会 他被录取机会比较高 那这个他并没有错 这个孩子在学校得到资源 跟其他学生是一样的 但是这孩子在他家庭 从他父母这边得到资源 跟别人是不一样的 很多家长都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所以当你的家长 家庭可以提供给孩子 一些额外的资源 请你提供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提供 那你就直接跟我们 ACI南加州学院的 这个Head Office 在我们Arcadia 就打个电话约一下 可以带你的孩子过来 这边先理解一下 你的孩子 究竟他具备什么样条件跟资源 我们可以给你一个 免费30分钟的一个consultation 就是让你先知道 你的孩子在申请大学 他现在所处的优势在哪里 或者他站到比较低点 就是说他的短板在哪里 你越早知道 越有时间去调整 记住一件事情 申请大学就是靠什么 靠竞争力 而这个竞争力不是天生的 都是被教育出来的 被教出来的竞争力 所以你的孩子有没有竞争力 事实上不是只看孩子本身 是这个孩子 他的老师是谁 他的这个升学顾问 他的师父是谁 他的这个master mentor是谁 才能把这孩子带到一个绝对的高度 好 非常感谢 郭主任详细的介绍 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 想请问您的是 因为您刚才也说了 孩子要把自己身上 独特的优势展现出来 那很多家长都认为说 既然亚裔在申请名校的时候 特别不容易被名校录取 是不是应该隐藏一些 有关亚裔背景的一些特点呢 美国当然是相对的 纽约加州这些州 都是非常自由的州 所以他们常常提倡 就是说学生的这种背景 宗教种族甚至性别 就我讲种族跟性别 还有宗教文化 这些常常是就左右一个人 对一件事情的看法 也蛮重要的一些依据 所以的确是有一些学生 他如果说在他族裔背景 他不想去提他 他可以跳开来 他叫你选择这个白人 或者非洲裔 拉丁裔 或亚裔 你可以不去提 或写写一个others 甚至你在性别的时候 有男的有女的 还有时候不清楚的 第三性的也有 但是我觉得这个都不是一个 真正能够完全解决问题的方法 因为你事实上 你在从你的自传里面 从你父母亲的这个名字 传给你这个last name里面 他已经多多少少 已经知道你 还有你的出生地 你若是在这个 在Arcadia这个高中毕业的话 他就觉得说 那你就是 你就是不是亚裔的学生 那你也在亚裔的这个社区 跟这个环境里长大 他不是在说 你是在这个Santa Clara 或者在这Sant Bernardino 或者在Dias Valley 在涅满华德州的死亡谷 在加州的死亡谷 在这么远的这个地方里面 长大的这个孩子 那我们知道有一个家长学生 这个孩子顺利的进了这个 就我们的学生 他当年在念书的时候 成绩是不错 但绝对不是最拔尖的 但是在很多竞争 很难的情况条件之下 他顺利进到第一志愿 到UC Berkeley 在伯克利大学里面念书 而念完了以后 他现在已经在 加州理工大学里面了 已经在念博士学位了 已经快把博士念完了 所以我们很多的学生 都是这样子 大学已经念得不错 但是他的这个研究生的 博士更好 不是MIT 就是Caltech Kanegi Mellon 或者哈佛 Princeton耶鲁大学 那这个孩子在第一步 他能够说 从他的高通进到Berkeley 其实他有一个特殊性 因为绝大多数亚裔孩子 都在St.Gabria Valley这里长大 要不然到Argy County 在尔湾的地区长大 这孩子他长大地点 是在大雄湖的山上 你知道Big Bear Lake 大雄湖山 那边就是 不是玩船 就是滑雪的地方 那里的亚裔学生 非常的少 所以他在这个特殊性背景 那在学校又蛮活跃的 很多的这个音乐 艺术才艺 这运动比赛 他样样都会 那虽然成绩 不能跟平地下面 这些学生比 他成绩比不过 在平地的孩子 但山上的孩子 他的才艺 他的特殊性对比性 他就创造出 在大雄湖山上 一个华裔学生 念得不错 这ABC 那学校就收他 收他也让这个学校 非常满意 他从Berkeley毕业的话 一路就念到 这个Caltech 加州理工大学 去念博士去了 所以这些都是一些 非常优秀的一些案例 当然 所有的学生家长 就说您带你的孩子 说抱有一个期望的话 我就欢迎你们 就跟我们ACI南加州学院 打个电话进来 就是约一下时间 看看你的孩子 他的申请大学的规划 他的资质 他的优势 如何展现出来 我们越多时间 就越能够改变你孩子 就是说九年级 十年级 进来时间最好 十一到十二年级 那能够改变的时间 就变得很少 尤其是十二年级 最后只能把你的论文 文书 再做一些整理 东西再排列一下 那就要申请了 而九年级的学生的话 那有很长的时间 三年半的时间 可以来调整 来这个量身定做 你的孩子的升学的 这个规划 升学的计划 所以我们有这么多学生 进到顶尖大学 也都是因为他们 起步的早 也选对了学校 好 谢谢 好 今天非常地感谢 ACI南加州学院的创始人 郭主任和大家详细的分析 到底应该如何去挖掘 和培养孩子的竞争力 好 今天也非常感谢 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 再见